俄羅斯和烏克蘭戰火蔓延危機各大 各國紛紛實施經濟制裁俄羅斯 唯獨中共駐俄大使張漢輝還向中國企業招手 要他們不失時機 抓住當前危機中的重大機遇 調整業務結構填補俄國市場空白 張漢輝還建議在俄國的中企 不要等 盡快適應新的形勢 怎麼有好處呢 又幫助俄羅斯 幫助俄羅斯的經濟上 又支持俄羅斯 然後把自己的東西銷售出去了 對中國經濟 出口都有好處 張漢輝還說 當前國際形勢複雜 大型企業經貿往來的結算方式 供應鏈遇到很大的困難 甚至中斷 此時正在民營和中小企業 發揮作用的時候 政府會根據新的情況 在盡快調整和理訊各種渠道 尤其是結算 物流等突出的問題 搭建新的平台 不是美元 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的侵略戰爭 遭到西方制裁 包括凍結資產 限制出口 癱瘓銀行業 對俄羅斯公司 關閉歐洲領空等等 分析指出 中共駐俄大使鼓吹進軍俄國市場 是以為企業規模少 可以繞開制裁 他要求那個在俄羅斯的中共的企業 中國企業 要不失時機抓住當前危機中的重大機率 填補俄羅斯市場的空白 尤其他要求的那個對象 你看它是民企和中小企業 發揮作用 但為什麼不說是大型企業 或者說不說是國企呢 就因為有一個美國的制裁 在那裡 評論指出 華為自稱民營企業 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際 還加大力度 捧俄羅斯重建網絡 一旦中國的中小企業 被認定是支持俄羅斯 最終也難逃受到制裁的命運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已經將近一個月 期間造成的死傷難以計數 歐盟估計超過700萬人流離失所 歐盟危機管理執行委員 雷納希克表示 我們靜悟到 可能是多年來歐陸中 最嚴重的人道危機 專家分析 北京應該擔憂 美國會啟動第二級制裁 然後想掛高人民幣 中國央行也趕快甩鍋 就是要把盧布給甩掉 可是如果這種情勢惡化下去 最終真的是碰觸了制裁的班機的話 那麼我看中國連這些重要企業的存活性 都會受到問題的原因就在於金融 和國際金融的環圍結構 中共拒絕譴責俄羅斯 並且批評國際制裁 聲稱要與俄羅斯保持正常貿易關係 《華盛頓郵報》3月11日 引述龍舟經訊諮詢公司的分析 中共當局可能希望援助俄羅斯 但是它無法保證那些違反規定的中國企業 會免受嚴重的制裁